14-24年6月的一个黄昏,一望无际的墨北草原上,孤烟苍穹,长河落日,洁白的羊群就像是天边的云朵一样,慢悠悠地晃动着,一只长长的队伍缓缓地出现在远方。 落日照大骑,马鸣风萧萧,明城祖驻地第五次北征归来,明军铁骑坠子直达到狼居须山,沿途追击达达阿鲁台所部,并顺势灭掉伟大不掉的多颜三位。 大军一路慢慢凯旋而归,在行至墨北蒙古一个叫清水园的地方。 愁愁满志的朱棣想起汉室斗羡乐食燕然的功绩,一时豪气勃发,让随行大学士杨荣撰写扫北石路,并将之转刻在清水园的一处石崖峭壁上,想世人展示自己的赫赫武功。 当大军进入内蒙古境内的榆木川时,朝年征战的朱棣突赶身体不适,随即并重难行。 深知大县江至的朱棣安排好后世,将大明帝国传给长子朱高尺。 1424年8月,西洋邪照,再为22年的朱棣满怀着对万里江山的留恋与遗憾,心有不甘地撒手稀缺了。 在朱棣的内心深处,他一定还有太多的事情想要去做,还有太多的谋划未能实施。 只要上天再给他20年的时间,他一定能将大明帝国治理的万国来朝远迈汉堂。 1.雄才伟劣的永乐大帝 朱棣是朱元璋第四子,从年少起即跟随父亲南征北战,戎马空从,11岁时被封为燕王,永振幽州。 朱元璋这一生中除了长子朱镖,最喜欢的就是雄才大略的朱棣。 曾当众说朱棣最像自己,一日安国家者必燕王隐。 宋官朱棣惶惶惶惶的一生,奉天静奈,迁都北京,武征墨北。 他异常重视国家和领土的完整,正南方收回交职,在东北部设立了努尔干都斯, 在新疆设立哈密位,在湖广推行吐司制度,在西藏推行政教合一。 通过这样一系列措施,铸就了大明王朝,铁桶般的江山。 他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胸怀海洋经历的帝王, 他对大海的渴望和眼光,也是历大帝王所不具备的。 邪后六次派遣郑河远航,最远处到达非洲浩旺角, 领先西方大航海时代整整一个世纪。 这和美智一处,就按照朱棣的旨意,立碑济世, 这成为中国南海疆域最早的一举之一。 如果此后历代帝王能够将朱棣的海洋战略继承一二, 也许中国就不会错过一个伟大的航海时代。 他极其重视文质,广开学校,首创内阁,重组监察制度, 影响了明清两朝数百年的官职。 他历史二十年编修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 包罗了先秦百家以来的所有经典, 是中华民族最珍贵的文化瑰宝, 也是存世最早的一部百科群书。 他历经图治,效依干史, 拼命地想向敬重的父亲和大哥证明, 他也可以当一个好皇帝, 他也有能力带领大明走向巅峰。 不割地,不合金,不纳贡,不赔款, 天子守国门,君王死设计。 有名一代朱蒂的子孙也许有荒唐的, 有胡闹的,但无一例外都是蒸蒸铁骨。 大明享国二百七十六年, 真正做到天子守国门,君王死设计。 自少年从军,到病逝于大军凯旋途中, 朱蒂不愧是马背上的皇帝。 在他一生的戎马中, 墨北征战是无论如何, 也绕不开的浓墨仲裁。 二,五次新征墨北。 早在当燕王时, 朱蒂就两次跟随岳父徐达, 深入大漠,北征残远, 就翻北平时, 也曾多次率军出击塞外。 朱蒂登基后, 对蒙古驻部继续实施威压政策, 不仅迁都北平, 还多次新征墨北, 修筑九边重镇, 稳固大明北方边境。 除此之外, 朱蒂还推行诗恩策略, 通过封王、刺梁、划分墓区、 除强扶弱等措施, 对蒙古各部进行分化瓦解, 剿辅并重。 有了七年七月, 朱蒂派遣郭义, 前往漠北蒙古驻部进行招辅, 其中瓦剌和乌梁哈部 顺利接受明廷的招辅和赤锋, 但势力最为强盛的达达部, 却拒绝明廷的招辅。 达达可汗, 本雅施里是忽必烈后裔, 一向以元朝正受自居, 不愿向明廷臣服, 他不仅下令杀害招辅使郭义, 还纵兵截略大明边境, 朱蒂怒不可遏, 势可忍, 赎不可忍。 他立即任命齐国公秋福为征鲁大将军, 统军十万, 征讨达达达。 秋福是朱蒂靖难起兵的老班底, 作战勇猛, 对朱蒂忠心耿耿, 但朱蒂深知秋福永泽永矣, 但机变不足, 大军孤悬在外, 一切只能依靠统军之人的谋略和国决。 常年跟蒙古人作战的朱蒂深知北征艰难, 放心不下, 明史成祖本记记载, 朱蒂临行前对秋福而提灭命, 勿施机勿侵犯, 勿为所带一举未竭, 以再举而登深知。 但是朱蒂的担心终于成为现实, 秋福出赛后, 早就将朱蒂的主妇抛之脑后, 静难之意中, 每逢大仗攻坚, 秋福总是作为前锋身心士卒, 汉不畏死, 功勋卒助, 战后被朱蒂许为静难第一功臣, 新高气傲的秋福出赛后, 并没有把达达放在眼里, 一路轻敌冒进。 达达可汗, 本雅失礼, 仿效游牧民族的传统战法, 以小谷敌军诈败, 骚扰, 不断扰乱秋福的判断, 又是明军孤军深入, 同时充分利用了草原的气候和环境, 一点一滴地消耗明军。 左右副将看出蒙古军又敌深入的计策, 纷纷向秋福敬言, 敌势弱又深入, 禁必不利。 奈何秋福一心想立下蓝玉那样的不适之功, 幻想着一战而灭蒙古, 根本听不进任何权戒。 明史记事本末记载, 驻将弃下苦见, 伏接不听, 立约为者接战, 令下后级先持, 驻将不得已随行。 终于, 在卢渠河流域, 仰精俱锐的达达大军完成河围, 趁夜伏进了明军迎战, 长途行军后精疲力尽的明军没有丝毫防备, 黑夜里自相践踏, 被达达起兵, 沿河追杀, 一失百里。 一天一夜之间, 十万明军群军覆没, 秋福也死于乱军之中, 明军的鲜血染红了整个卢渠河。 卢渠河之意可以说是大明立国以来最惨痛的一次失败, 此时距离秋福适施出征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卢渠河惨败的消息传到南京, 朱棣雷霆震怒, 不禁剥夺了秋福的爵位, 还下令调集驻陆兵马, 准备亲自出征。 拥了八年三月, 朱棣让太子监国以视察边疆为友, 亲率五十万大军军发大党, 这是朱棣登基后的第一次被罚。 听完朱棣御驾亲征, 本雅势力不敢直应其风, 避而不战, 明军行至卢渠河时, 朱棣率全体将士祭奠阵阵王阴陵, 然后下令全军出击, 终于在沃南河以西追上了达达主力。 朱棣亲自领军冲阵, 这意义明军各奋其勇, 大败达达, 本雅势力带着几名亲信逃脱。 获胜后的朱棣乘胜追击, 冰封转向达达太师阿鲁台所部, 在沃南河东北方向追上敌军, 明军虽胜却被阿鲁台, 只身逃脱。 此后, 朱棣在十四年的时间内, 又先后四次亲自参与了对瓦剌、 达达等蒙古部落的征伐。 六次征伐末北, 明军前后伤亡达数十万人, 粮草军饷, 器械耗费无数, 严重影响了明天的财政平衡, 但朱棣仍然引以轻征, 虽然没有取得最大的战果, 但也沉重打击达达和瓦剌, 有力地遏制了蒙古驻步发展的势统。 三、反杀朵延三位, 朱棣在第五次北伐时, 达达太师阿鲁台、 文厅、明军又来, 不愿意消耗实力, 于是举足远顿, 明军在大漠草原上反复搜寻数月, 都没有找到达达主力, 眼看军粮耗尽, 士族疲蔽, 朱棣只好下令班师。 魁师途中, 路过朵延三位封地时, 朱棣突然下令进攻, 重创朵延三位。 朱棣三位是三个由蒙古人组成的位所, 分别为朵延位、 太宁位、 浮渝位, 又称物良哈三位, 三位都拥有极强的骑兵战力。 朱棣在骑兵战难前, 甚至自己兵力缺乏, 于是将逐一打到亲弟弟, 宁王朱泉身上。 一番忽悠许愿之下, 朱棣借走宁王最精锐的朵延三位。 明史记载, 美镇、县镇冲锋, 皆三位惊奇, 成组之友天下, 自克大宁时。 燕军在静难之役中的骑兵部队, 大部分都是由蒙古人组成, 其中朵延三位是最精锐的突击力量。 燕军与南军美战胶着时, 就以三位做丰适的蒙古骑兵发起冲阵, 常常无往不利, 故而朵延三位在静难之役中立下功勋无数。 朱棣在战后也对朵延三位大家封赏, 不仅将大宁之地尽数封给朵延三位, 还对三位将士赏赐大量金银珠宝, 朱棣对朵延三位可谓是恩宠至极。 那么朱棣为什么要在回军途中 对立下敬难大功的朵延三位发动突袭呢? 朵延三位封地在长城外的东北地区 跟达达控制的地区接壤, 两者同为蒙古后裔, 私下里多有来往。 在朱棣第一次北征时, 俘虏的达达俘虏里 就有朵延三位的将领和士族, 受达达雇佣前来参战, 这已经在事实上背叛大明了。 朱棣震怒之下将之全部斩首。 但此后, 朵延三位非但没有收敛, 反而变本加厉, 时常引兵扣鞭, 劫掠大明百姓。 在朱棣北伐时, 朵延三位在阿鲁台的重金邀请之下, 多次出兵暗住打打, 威胁明军侧义。 朱棣对朵延三位的反复无常深感头疼, 在第三次北征途中, 他就对众将说道, 阿鲁台敢背你, 事物两哈为羽翼也, 朵当环失剑之。 朵延三位先是背叛后又扰边, 无怪乎朱棣对起神无痛绝了。 朱棣在第五次北伐时, 由于阿鲁台的避而不战, 导致大军失老无功, 这就促使朱棣下定了决心, 要为子寸后代除去朵延三位这个隐患。 明军行至区列河, 三位在毫无防备之下, 被早有准备的明军一个突击就击溃了, 明军衔尾追杀四十里, 三位叛军被大量歼灭, 部族首领也被斩杀, 三位元气大伤, 从此对大明的威胁直线下降。 在朱棣去世以后, 他的继承人因为种种原因, 终止了北征、航海和对外扩张的既定国策, 大明这个庞然大物慢慢停下他奔腾的脚步, 开始休养生息和缓慢恢复。 虽然既永乐盛世后又有人寻之志和弘志中兴, 但大明再也没有了成祖皇帝在世的雄武之旗, 25年后的土木堡之变标志着大明开始, 从巅峰滑落。 武州末北, 朱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次亲征打到长城以外的皇帝, 不同于其他皇帝象征性的亲征或者全城待在中军, 朱棣却是美战必亲自率军冲锋。 长刀出鞘,一声驻将士随阵杀敌, 明军上至统军大将,下至无名小卒, 都是瞬间热血沸腾。 每每看到前方的明皇战旗飘扬, 看到那个让他们无比敬仰的矫健背影, 明军总是士气百倍, 奋勇争钱。 他们相信自己将跟随这位伟大的帝王, 再次铸就大明铁军的无敌川崎。 再也没有比朱棣更出色的帝王了, 朱棣的生平工业,无论是文质还是武功, 都超过我们熟知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 他一手缔造的永乐盛世, 也远远超过了后来所谓的康乾盛世。 日月光照,唯我大明。 朱棣无疑是属于中国封建帝王中最顶尖的那一群人。 他这一生虽然毁欲参半, 但却无愧于永乐大帝的光辉称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